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又很開心 兒子 今次是我第三次在港台講關於食物 這次的題目叫你不吃 就是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先要吃了 要吃得對 但是我今天要講一些比較科學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斷食可能很危險 所以今次我就想講多一些 關於近年的科學證據 是證明其實斷食是有一個實際的健康的幫助 我經常都講開現代人的病 我們現代人有很多疾病 例如癌症 老人癡癌 癡肥糖尿病 中風和心血管病 這些病都是我們現在很常見的慢性病 近五十年尤其特別多 你可以這麼說近二十年更加多 這些全部的原因 其實都是關於所謂的 新陳代謝的綜合症狀 我想你們都聽過三高 其實這裡的圖就解釋了 其實在這五種情況下 或是高血糖 高所謂的 HDL 低 HDL 高的金油三肢 高血壓 和中央肥胖 其中在這五種情況當中 超過三種在你身體上發生 你就已經定了有所謂的 新陳代謝的綜合症狀 我們知道其實這些所有的病 都是關於這件事走出來的 這件事其實很多因素 會影響我們人 如何去控調我們的身體 可以這麼說 我是一個遺傳學家 我當然相信遺傳因子很重要 我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遺傳因子很重要 第二個講座 我就和你們講關於益生菌 現在我們知道 其實身體上有很多細菌 或者微生物在我們身體裏面 是大大影響我們身體 對環境、食物的反應 當然現代我們城市人 城市人改變了很多 跟我們現在 如果比較幾十年前 或者比較一百 或者幾百年前 那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很不同 當然很多時候 就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沒有東西做 找些東西吃 看看電視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走去超市場 其實百分之九十的食物 或者八分之九十五的食物 都是其實加了工的 製成了 其實這些食物 跟我們以前 我們的祖先吃的食物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們的遺傳因子 是吃一些我們以前吃過的東西 現在我們吃的東西 全部我們未碰過的 我會用回我上一次兩個博士 講的一些東西 去解釋這些 讓你們可以明白到 為什麼吃東西是這麼重要 然後再解釋 為什麼有時候不吃東西 也是很重要 這個圖 我沒有香港的資料 沒有香港的資料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代表了美國的 好像如果你一九七零年代的時候 美國其實都已經有三千一百萬人 已經有痴肥的症狀 到了現在 差不多幾年前 現在也是差不多一樣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是痴肥的 當然 我經常都說說 遺傳因子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相信 遺傳因子是重要的話 為什麼在四、五十年裡面 人們會胖 有兩、三倍人多了 這個肥胖的症狀呢 當然這件事也代表了 其實不關遺傳因子的事 其實是關於我們生活的習慣 以及我們吃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第一次講 就是我們其實是吃錯了 過去幾十年 尤其我在三年前 我就講了一個講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是吃錯了 那時候我就展示了這個圖給大家聽 這個是那時候我吃的早餐 我吃的早餐就是 吃雞蛋 我又吃芝士 還有我也有吃橄欖 我想提醒大家 我們不要想著 吃得清一點 我們會健康一點 這些食物其實 對我們的身體遺傳的因子來說 不是一個問題 而我那次的講座 最重要是告訴你們 因為我很多朋友 經常都說 不要吃那麼多雞蛋 但是我想強調一件事 雞蛋和飽和脂肪都是健康的 而我告訴你們 其實我們過去幾十年 漸漸用了一些 其實不適合我們用的油 就是種子油 而那些種子油為什麼不健康呢 如果你有塊田 你可以種很多種子 你自己用手壓做出來的油 我想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超市場 買那罐很漂亮的油 其實是很化學的 那你可能是過了七八個很複雜的化學作用 走出來的 那你如果又會用這些來炸東西 那我就可以說 你肯定會有很多很多反式脂肪 還有一些很不好的脂肪在裡面 而相反來說 我們如果過了四十歲的朋友們 你們會知道以前我們是吃豬油的 很多人都是吃豬油的 而那些豬油 你以為它們很不健康 其實豬油是很健康的 我想說 其實如果我自己家裡來講 我們不是經常都可以自己做到一些豬油 但是我們家裡會用牛油和椰子油 因為牛油和椰子油都是飽和的脂肪 這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用牛油來煎煮肉 可以用椰子油去煮菜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將牛油和椰子油加進你的茶或者咖啡 去早上喝都一樣很好 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老人家 尤其如果你多吃牛油和椰子油 就真的會很好 因為老人家必必可以消化脂肪 但是牛油和椰子油是不需要你消化的 我們身體是不需要做一些特別多的 可以這麼說的膽、膽汁去消化牛油和椰子油 因為牛油和椰子油裡面的油是可以直接吸收 身體是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對我們就期上了年紀的人是特別好 盡量減少糖分和澱粉質 即是粉麵飯你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那麼多 真的不要吃那麼多 當然多的意思是每個人不同 我平時吃飯是不吃飯的 但是如果你請我吃飯 你給一些很好吃的飯 我會吃飯 我想說一定要控制你的份量 因為飯、麵始終都會變出來 都是糖來的 而任何的大量的糖 對我們身體都是不好的 你可以吃很多蔬菜 特別是綠色的蔬菜 即是瓜果不甜的 吃大量 你喜歡吃菜就多些 用椰子油或者 你喜歡可以用牛油煮菜都可以 不要緊的 你喜歡吃很多都會很健康 水果不要誤會了 水果吃多些是健康 水果是不可以吃太多 因為水果有很多果糖 而果糖是我們現代人最大的問題之一 所以你不要以為 吃水果吃得多 水果吃得多 身體就會健康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大肚腩呢?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 吃得太多水果 或者喝得太多果汁 所以不要以為喝果汁 就算你自己先榨果汁 都不是那麼好 當然所有的飲品 如果是甜的 全部都是高果糖的糖漿做出來 都是不好的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誤會 我想很多人都以為 吃全菊的東西 全部都是健康 不一定的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所以有些人吃少許 可能令到他很不舒服 有些人就幸運一點 他可以吃多些 其實那時候是三年前我這麼說 然後我想2014年 這個時代雜誌 他已經說了 叫你吃牛油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他說其實 過去那幾十年 那些科學家全部都說錯 因為他們說飽和脂肪是不好 叫人不要吃蛋 不要吃煙肉 都是不好的 都是錯的 所以他就說 其實這些東西 不是令到我們有心血管病的原因 所以就 而其實去年 美國的USDA 食物及藥物的機構 他就告訴別人 開始你現在可以吃多些膽固醇 膽固醇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要慢慢轉的 我想現在就 因為如果下轉太快 我想政府都不能承擔到這個責任 所以他們其實現在是慢慢轉的 我相信香港政府 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去處理 所以從來都不會處理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是因為吃錯了很多 我們避了吃油 吃飽和脂肪 令到我們其實吃錯了很多東西 2014年兩年前 我也都說了另一件事 我真的想告訴你 吃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吃對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吃錯了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肥了 很多很多病 另一件事我想說 其實我們應該吃回我們前人 平時做的食物 用回傳統方式去吃的食物 其實是最適合我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前人的智慧 我們很多時候是要慢慢明白的 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太古老了 不是很乾淨 尤其是發酵了的 就覺得好像不是很乾淨 我相信如果發酵 如果用好的材料去做發酵 做得對的做法 不是大量生產 工業生產的發酵 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如果自己做 或者你知道那個店 是用一個傳統的方法做的 那些通常都是適合我們人體的用 我想說 講了就是因為 好像我們現在吃的東西 如果我們用回人類在地球 到現在當一日 我們如果用石器時代 二百六十年的時候 就好像今天的凌晨開始 到現在是一天的時間 過去我們現在吃的大部分 超市場裡95%的食物 我們差不多是最後的秒鐘才出現的 即是說 如果你用遺傳 或者用遺傳因子的方法去想 其實我們身體上的遺傳因子 是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最新的食物 即所有的薯片、餅乾、大部分的東西 其實我們身體的遺傳因子 是不懂得怎麼處理的 現在其實是在學習如何去處理這些食物 而農業 大家也以為我們中文吃很多飯 但是那些飯 只不過是最後五、六分鐘的時候 我們人體裡面的基因 才會去處理這些食物 所以不要以為吃很多飯 不要緊要 因為以前我們早前吃的飯 是很辛苦的 要一粒一粒磨 磨完之後 又要先煮 或者有時候要浸過夜的飯 才去煮這些飯來吃 現在我們的飯 是跟我們以前 可以這麼說 幾千年前 甚至幾百年前的食物的方法已經不同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你想想 你自己身體裡面的遺傳因子 其實是在這裡流下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吃的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祖先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身體還是在這裡學習 如何去吃 我經常都喜歡用這個圖 本來我們是這樣進化 進化得很健康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過去幾十年 就吃到這樣了 很多人 我強調一件事 為何我們的身體為主人子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吃的食物 為什麼會影響我們這麼多 不代表我們身體的遺傳因子 沒有辦法去處理一些新的食物 另外我們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們如果用細胞的數目來數 其實我們人的遺傳因子 如果是一個遺傳因子 就差不多有100個是細菌 或者其他微生物的遺傳因子 我們吃的食物 幾天裡便可以很大影響 我們腸道裡的微生物的數量 或者那個組成的 對,組成 所以你如果吃錯東西 其實幾天 你的腸道的微生物是全轉的 那裡佔了很多所謂的身體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 我一部分是人的細胞 有十倍我這麼多的微生物 而我一個許子中的氈 其實是和100個其他細菌、微生物的氈 一起合作的 但是我們吃的食物 是很容易變成其他微生物的遺傳因子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是真的吃病了 是吃錯了 所以這個 為什麼食物是這麼重要呢? 而也是由於我們科學的進步 過去五十六十年 就有很多的抗生素 抗生素救了很多人 因為以前的人類很多時候的病痛 病或者是死 都是由於微生物的感染 就死了 所以抗生素是幫了很多很多人 但同樣來說 現在的抗生素 因為人是吃了很多很多抗生素 很多時候你不舒服 就去吃 看醫生 醫生就給你吃抗生素 但其實大部分的抗生素 對我們的病症是沒有幫助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但一天 就是如果你吃了很多很多劑 從小到現在都是吃很多劑抗生素 你身體裡的所有的微生物都轉了很多 而因為現在不僅僅是我們吃抗生素 我們吃的食物 譬如豬、雞 全部都是工業生產 很多很多抗生素 所以就令到我們身體裡的所謂的微生物 是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生病得這麼容易呢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我們以前的我們 所以我兩年前 我建議大家要盡量吃一些對身體上面 對我們身體的好菌 好菌吃多些好菌的食物 好菌的食物就是 很簡單就是這裡有幾種 你們可以看 遲些你們有一個CD 所以你們不用拍的 還有你可以吃泡菜 這些是傳統的泡菜 你可以吃韓國的泡菜 或者是中國的泡菜 但是我現在說這些泡菜 就是用傳統的方法 就不一定是用工業生產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些好的店舖 去找到一些真正的健康的泡菜 吃一些好的沙律 吃多些芝士 吃一些不要有感染的 不要有Bacteria 那麼多的魚生 這些蠔 這些蠟豆 蠟豆很好 對骨質疏鬆很好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就是因為其實 在你們不吃東西之前 你一定要吃東西 你要吃一些好的東西 吃到你自己是健康的 這是第一件事 因為如果你開始的時候 你不健康 然後你還不吃東西 那我不擔保一定會養生 但是其實不吃東西都是真的好的 為什麼不吃東西是好呢 這些是南極州的企鵝 他們有五到六個月時間 是很冷很冷的 他們不吃東西的 他們全部都是站在那裡 只有一個站著 如果你有空 你去看看 這個 YouTube應該有很多這些 影片 是關於企鵝 怎樣繁殖 生配 你會覺得很有趣的 媽媽生了一隻蛋 就給她老公 老公就站在那裡 差不多三個月 因為媽媽要去吃東西 然後希望媽媽可以在三個月內回來 那個老公可以敷到那隻企鵝 因為一碰到那些冰就完結了 所以連蛋 那些蛋 所以那些蛋 那些蛋一定要放著 放著 放著 不可以碰冰 因為它是- 即是-40 或者-50度 C 即是很冷很冷 我想說 他們可以幾個月不吃東西 都是沒事的 然後 當然媽媽回來 爹地就要走去吃東西 否則頂不住 所以要吃 不是說要不吃 但是 這個是大自然的一個規律 我們的祖先 如果捉到一些東西 那就一定把東西吃光 就不會那麼好 我切幾份 雪著它 幾天之後吃 就吃完 不會的 一定看到一隻 捉了一隻白兔 或者捉了一隻更大隻的動物 它整隻都吃光 由頭到尾 什麼都吃光 之後就很飽 肥了 睡覺 然後就慘了 然後可能 兩個星期都沒有東西吃 不想吃 是沒有東西吃 當你看不到有東西吃的時候 當然可以收拾 那些就收拾 但是很多時候是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是怎樣 就斷吃 他們不是選擇斷吃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的祖先 如果我們的祖先 是一定要吃東西的 不吃就會死了 例如有些報紙會說死了 那些死了就死了 因為那些遺傳恩子 不會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祖先 全部都是獲勝者 全部都是可以吃完很長時間不吃 牠們也會在於是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牠們還是很厲害 可以走去捕食物 捕食物回來 然後可以吃 這些就是我們的祖先 所以我們是習慣了食 很長時間不吃 然後就吃 而我們身體的遺傳恩子 是適合這一種的 因为如果那些人吃完之后,一定要继续吃,那些已经死掉了。 那些遗传因子不在我们身体上的遗传因子。 所以我想说,如果用这个道理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是可以长时间不吃呢? 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刚刚回答题,就是整天都吃。 所以我们就吃到很多病。 我想你们有时候在报纸,有时候聊聊天, 聊天,说哪个不吃东西的,身体会好些, 但是这些很复杂。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讲,所谓叫断食的科学呢? 我想,最后那十张照片,有点可能会令很多人完全明白。 我常常说,其实有科学的根据, 你不明白,不要緊要知道其實是有根據 如果你可以問我問題,我盡量去解釋 我知道最後那十張照片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這個是有科學的根據,不是沒有的 我想說,斷食有什麼益處呢? 其實很多人都說,可以令你沒那麼容易老 又可以抗爛,又會幫助你有心血管病 或者還可以幫腦退化,以及可以解決糖尿病 其他新陳代謝的疾病 為什麼今天想說,希望你們明白 雖然這些好像街邊的人這樣說 沒有什麼科學根據,這個是不正確的 其實近五年十年,有很多科學的根據 是關於斷食可以幫助這些不同的病 今天,我未必可以講完所有的 但是有一兩個課題,我會多講一些 首先,我也想講一些歷史 如果現在我們經常都說,大家都是吃三餐 其實這個不是,即使在中國不是的 在宋朝以前,我們的祖先 大部分人都是吃兩餐 當然,早餐就比較早 晚餐就不像香港那樣,要九點才吃晚餐 十點鐘,有時就說,十點鐘還去不去吃飯 不是的,因為沒有電燈,沒有電燈 通常煮飯不像你們按鍵冰 就可以坐下來等微波爐搞出來 要做的,所以平時吃飯 我想以前是四、五點晚上 四、五點吃完,天下就睡覺了 通常我想是差不多七、八點早上 你起床就要做點東西,然後就吃點東西 然後到三點、四點、五點吃飯 只吃兩餐 這個不單止是中國是這樣 如果是古希臘也是這樣 他們只是吃午餐和晚餐 當然,看天氣 如果你的日子是長一點的話 那些人可能會有晚餐 總之就是我們不是吃那麼多餐 而英國,尤其是維多利亞時代 也只是吃兩餐 如果窮那些只是沒有東西吃 希望做完工之後 你們現在去半島喝高茶 英國人的高茶 那些是老闆對你們好 他們沒有錢吃晚飯 給我一些東西吃 讓他們回家睡覺 日後開工 這就是所謂吃的習慣 我們是吃很短的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就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 在2015年 其中一款Cell Metabolism雜誌 出的一份紙 這個紙很有意思 其實這個紙的紙 如果我懂得設計 我想我都可以寫到這份紙的紙 它就是這樣 就像你們平時吃東西都會拍照 要先給相機吃 這兩個科學家的做法很簡單 他就設計了一個應用程式 他叫參加計劃的參加者 在他們吃東西之前 就拍照 當他們拍照 當他們拍照 那個資料就傳到一個伺服器 然後就記錄 記錄完之後 他就這樣去統計這些資料 那這個是什麼呢 每一個圓圈 就代表了一個參加者 每一個圓圈就代表他吃東西 即是拍照 那你就看到那些人真的很厲害 可以連續吃東西 不用停 即是現代的人 大部分都不用停 一直吃 而還有一件事 就是由 在半夜 即是半夜 十二點到六點鐘 還有人可以繼續吃東西 即是 不知為什麼可以繼續吃東西 但你看到 有親點的就是吃東西 即是 問題是怎樣 如果這樣吃的話 現在這個是一個平均數 即是一個平均數 平均數就是 那些人是超過十四個小時 差不多十五個小時 就是每天只有平均一九個小時 是不吃東西 其他時間都是吃東西 當然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平均數 而很多人其實是更加短的 那他的報告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就是 他其實找了一群參加者 去量度 所謂的 他開始的時候是怎樣 發覺 其實 大部分那些人 就真的 經常都吃東西 即是剛才我給你看過的資料 那他後來做什麼 做完這個 拿了那些 數據 知道他還未 這個是他們平均的數據之後 他叫一些超重的人 叫他們盡量 可以試一下 每一天 只吃最多十四個小時 即是說二十四小時 十個小時不准吃東西 即是不可以吃東西 他的做法很簡單 叫他們 就是 你們就 傳這個資料回來我的伺服器 然後 他就不叫你們 你什麼東西應該吃 什麼東西不吃 他不理會 他就說 你只是 控制你吃東西的時候 他不要叫你吃少一點 也不要叫你不要吃麵 或者不要叫你只吃蛋 或芝士 但做完出來 大部分的 其實那個結果就是 全部都有減少他的體重 而個個都是所謂 improved lift 即是他們其實那個身體的狀況 是好了 這個其實 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不要吃那麼多 有時候早點吃飯 我們都睡得會好些 這些其實 但是這個就是一些所謂的 開始的科學數據 證明 以前我們 其實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前人 其實吃沒有那麼多 現在我們因為太多東西 在我們周圍 我們就 將了正常要停止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還是繼續吃東西 所以就有這樣的研究 走出來 另外一個圖 我在一本新的書 這本新書 是我一個朋友 在東雲多 一個醫生 叫Jason Fong 他有一本很長的書 我今天只是介紹 所謂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間切式的斷食 他這本書有很多種的斷食 有些是介紹 他們只是醫病的方式 就是叫一些病人 只是喝水、喝骨湯 那些很簡單的食物 可以吃少許東西 但是很長時間 幾個星期去醫病 那為什麼我要用這個圖 我覺得這個圖很有意思 這個圖就是這兩條線 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兩個橙色的 就是要食物配給的時間 當打仗的時候 當然沒有食物 那個國家就要不同的國家 這是英國的數據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都要配給 你看到一樣東西 這個紅色就是 所謂糖的用量 而這個藍色就是 糖尿病的死亡率 你會見到很清楚 一打仗 那些人就不死 糖尿病 沒有那麼多人死 而一不打仗 糖尿病就升高了很多 即是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富貴病 如果你很多東西吃的時候 沒有限制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有糖尿病 而當然更加多人會死 這個其實想說出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吃少一點 或者斷食會有用呢 這個很複雜 我們早就知道 吃少一點也好 因為我們的中國古語 都說你吃七成飽一定好的 這個是完全知道 我們已經知道很多 是吃少一點 是不是一個問題 吃少一點對我們身體是好的 因為吃得太多 就是壞肚皮 就會令到我們容易腦 沒有那麼好 這個已經是好 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想接受的事實 但大家都知道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有些朋友 經常都說 吃東西這麼好吃 怎麼可以吃少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剛才說 我打仗的時候 糖尿病的死亡率很低 有兩個部分在這裏 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人是吃少了 因為沒有東西吃 就吃少了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是不吃東西的 不知道是不吃東西 還是吃少一點 哪一件事是重要 或者是兩件事都重要 還是其實斷食已經可以解決了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我的實驗室的數據 我為了我的朋友 就想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可以吃一樣那麼多 但是你只需要控制你吃東西的時間 你就應該可以幫助到 所以我做了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怎樣的呢 就是紅色的時候就不吃東西 灰色的時候就是吃東西 我有幾組的老鼠 現在我其實有四組的老鼠 有些是吃正常的食物 有些是吃好像粥食物 有肥又多糖的食物 有一些就是 其實那些食物就放到周圍 就像現在你回家 整個廚房都很多東西吃 隨時粒 喜歡吃就吃 這個任吃 這個就是所謂 成人 然後給他們十六個星期 做這個斷食的處理 如果是控制 就是他們繼續吃 如果我做這些實驗 就是兩天吃 一天停 我希望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兩天一天呢 其實如果我們一天 給老鼠吃東西 一天就拿走了這些食物 然後第二天又給它吃的話 老鼠其實是不夠時間吃的 所以它吃少了 即是如果任吃的時候 就吃到紅色那麼長的 如果這一天吃 一天吃 一天不能吃 它只吃到八成 八成 即沒有九成那麼多 當然是吃少了 我們不是很公平 因為我其實想知道 就是一樣吃那麼多 但是只是間中停 有沒有幫助 其實實驗的結果出來就是 你看到就是 一天吃 兩天吃 一天不吃 它差不多是吃一樣那麼多的食物 即是說 任你吃 以及三天當中 只有兩天可以吃 它們是吃一樣那麼多的食物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差別 這個就是 如果我任它吃 給老鼠吃 給老鼠吃 這個的重量 就是實驗完了 它是這麼重的 而如果我給老鼠吃 只不過是兩天吃 一天停 這個 cycle 它的體重就是 藍色那條線 你看到就是 本來是很重的 很重的 但是回到這裡 而這條藍色的線 就差不多好像 吃正常食物 任去怎麼吃 那時候的體重 而呢 如果你吃正常的食物 那些有interventing function 即是有斷食的那個做法 那些老鼠也是會瘦一點的 瘦不代表是健康 大家都很喜歡 有些 有些朋友會跟我說 人應該是發福的 但是我跟他有一點點不同的意見 發福可能是好的 發福即是說你就快會有糖尿病 當我們做老鼠就比較容易 我們可以放在機器那裡 可以知道它有多少脂肪 有多少是肌肉 那這個就是那個實驗 那這個就是那個脂肪 如果任吃 吃增肥的那些 即是吃一些很肥的那些 很多高糖高油的那些食物的老鼠 它有很多脂肪 但是如果你去吃同一個食物 但是它是有所謂斷食的那個 這個習慣的話 它是少很多脂肪 那這些就是那個切片 那你見到 如果脂肪有很多油的 很大的脂肪細胞 而那些 那些 斷食的那些老鼠 那些細胞就 小很多 沒有那麼多油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說 你不吃東西 你沒有了肌肉 那這個是不對的 其實在人和動物都不是的 我現在說斷食 我不是說飢荒 如果飢荒我就不擔保 這個實驗很難做 我不想做 但是斷食 你看到 這個就是那些 所謂的肌肉的比率 那個斷食的老鼠 跟那個沒有斷食的那個 一樣那麼多 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少了很多脂肪 所以它的體重是輕了那麼多 這個不僅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 所謂血糖的 就是 的 內力的反應的測試 那個做法就是 如果你給老鼠 你去量它的血糖胸褲 就是它剛剛Fasting之後 就是在斷食之後 你抽一些血的樣本 去知道它的血的糖分 很多時候都是五 這個是人 如果這樣叫做很正常的 所謂空腹的血糖的數目 接著就 給老鼠 我們就會打 我忘了多少克 但是就是差不多十倍 它應該有的血糖 就是好像人類一樣 我們如果人去試 就要喝杯很甜的 其實差不多我們身體裡面 十至十五倍那麼多的葡萄糖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去量度 你看到 如果你是吃Junk Food的老鼠 如果你讓它任吃 這些老鼠 剛才我講的是 106個星期 就是106日 其實是20個星期左右的 六七個月大的老鼠 如果人的比較來說 差不多四五十歲的人 那些全部都已經是糖尿病 因為超高於10 它們全部都有所謂的 輕微的糖尿病 或者也是糖尿病 如果你看到它不走回去 同一個所謂的空腹的 level 已經是有糖尿病 但是一開始的老鼠 那些老鼠很好 還是去到正常食物的老鼠 那樣很好 這是另一個方法的計算 我想說 就是 如果 就算是吃不好的食物 老鼠 如果你讓它兩天吃 一天不吃 它又不會積這麼多脂肪 它的身體對血糖的處理方法 都可以很好 那這個第三個 我想是很重要 你們看到的 如果你看著 那個食物的 任食的老鼠 那些老鼠 那些是白白的 那個肝 而那個 有斷食習慣的 那些老鼠 是紅色的 如果你切片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脂肪肝 那些油在肝細胞 那大家如果自己看到 你自己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 那個就是由於有這樣的 就是除了脂肪之後 你的肝其實是有油 那如果那些 醫生跟你說 你有脂肪肝 那你應該做什麼呢 斷食了 因為你一斷食 你就可以看到 老鼠是完全沒有脂肪 在肝那裡 而我這些就是用一些 所謂的 所謂的分子分析的方法 證明 那些有斷食的老鼠 全部都是健康一點的 它的肝 然後我再掃最後一個 是我給你自己做的資料 剛才我都說了 你開始的時候 兩隻老鼠 兩堆老鼠 都是健康的 你一個就任去吃 一個就斷食 我現在這個實驗是怎樣的 就是我們想看 已經有輕微糖尿病的老鼠 我可以用斷食去幫助它們 解釋的結果是可以的 你現在看到 紅色和綠色 那兩堆老鼠 在斷食之前 它們都是有問題的 開始的時候是 七、五左右 但是之後是很高的 就是說它們有些輕微的糖尿病 但是我們只做了一個六個星期 就是兩天吃一天停 六個星期之後 綠色的老鼠就代表了有斷食的老鼠 它們對血糖的反應是好很多的 就是說其實斷食是可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改變一個新陳代謝的綜合症狀 糖尿病最少有兩種 有Type 1就是關於胰島素的問題 而Type 2就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是吃出來的 而二型的糖尿病 我相信斷食是可以大部分都可以治療的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本書 我朋友寫的 Jason Fong 其實他是幫助病人 病人差不多要切手 即切腳 這些很末期的很嚴重的糖尿病 他是用斷食的方式去幫助很多病人 我們以前寫的本書裡也有講過他的網站 我這次沒有寫 但是他的本書 我最後我會幫你介紹他的本書的名字 我想說就是 我們人已經做了很久 我們如果想練我們的肌肉 我們會做練習 鍛鍊我們的肌肉 我今天沒有給很多科學的資料來看 但是我們相信 通過我們的脂肪 我們都是做練習的 我們一定要有時候要吃 有時候要不吃 去令我們的肌肉 脂肪有少許的練習 因為脂肪 其實我們的祖先 全部都要有好 因為我們要 很多時候沒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的脂肪是幫助我們處理食物的 等我們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們的前人 那些開始 捱到很餓的人 全部都有很好的 所謂的脂肪的組織 是幫我們去抵抗這個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所以現在你現代的人 這麼多東西吃 你都要自己做一些運動去幫你的脂肪 因為你一定要用斷食的方法 你才可以令到你的脂肪 這個組織 而脂肪 你不要以為只是儲存能量 這麼簡單 我們的脂肪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其實有很多荷爾蒙 我這次不說 因為太過難解釋 所以我沒有解釋 所以其實是對我們的身體 對血糖 對很多東西都有幫助的 有幾樣東西我想告訴你 斷食可以提高我們身體細胞的 所以是一個自食的能力 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不奇怪 但你可以去看看 今年諾貝爾議長 其實是給了一個日本的科學家 關於所謂的自體親食的研究 這樣就證明了 如果當食物少的時候 就會令到所謂MTOR這個訊號低了 當MTOR這個訊號低了 那麼細胞就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沒有東西吃 身體就會走去自己的細胞 看看哪個細胞是不好 就會把它毀滅了 然後用了毀滅出來的能量 去幫助整個動物的功能 有時不會整個細胞吃 如果細胞裡面有些細胞 是壞了就會吃掉 所以這是對人類或動物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控調方式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斷食那麼重要呢 如果你用科學的看法 其實這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把MTOR壓低 但是為什麼這個MTOR 經常都這麼高呢 因為我們吃了很多東西 因為胰島素高的時候 這個MTOR一定是高的 所以胰島素糖 令到胰島素很高 胰島素一高 這個就高 這個全部都低 所以全部都很肥 以及不好的東西都會全部擠在這裡 但當你有時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MTOR低 所以身體就自己好像可以 大部分人都會說排毒 如果你的身體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就會把一些不好的東西清掉 好的東西就會保住 但是不好的東西就會不見了 這是其中一個斷食的做法 第二件事就是斷食的時候 如果你經常吃東西的時候 很多很多糖在你的身體裡面 身體的腦細胞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個誤解 就是我們不吃東西不行 因為腦細胞一定要吃糖 你們是對的 但你們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腦細胞 是可以吃兩種東西的 一種就是葡萄糖 就是白色這裡 而藍色和綠色是同體 當我們吃多很多脂肪 好像我介紹在第一個課程中說的 就是吃多些肥一點的東西 吃少些糖 根本你的身體 包括你的腦細胞 都會懂得用同體和葡萄糖 當然如果整天都吃東西 身體已經是很多很多葡萄糖 腦就要快些幫你用完葡萄糖 如果不是你太多葡萄糖 就血糖高 對我們不好 所以身體其實是用完葡萄糖 我想告訴你 為何在飢餓的時候 人 我們的祖先 當他餓的時候 如果餓的時候 沒有了 全部都暈倒了 那就玩完了 那些不是我們的祖先 已經死了 我們的祖先 當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是更加鎮定的 腦腦是想得更加快 要想怎樣找東西吃 其實肌肉是不會走 就是我們做老鼠的實驗面證明出來 那些肌肉是沒有變得 那些肌肉是沒有減少的 因為他們是要想得更加快 他要更加走得快 去捉住那些動物 那他們才可以解決了他們沒有東西吃的問題 所以吃 不能吃 吃是我們祖先的一個習慣 而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對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我現在說是沒有問題 是短期 如果很長期 當然就有問題 因為我今天 我知道在課題裡有講癖曲 我們只是答問題 所以說了一點 但是 不是說不用吃東西 癖曲就是不用吃東西的 但是我現在想說 我們在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當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一個資源 可以去幫助我們的細胞的功能的時候 我們的腦是可以用脂肪的 不需要用糖的 而糖呢 我們的肝可以自己做新的糖 而做出的糖 已經是可以足夠 去給到這些白色的細胞用了 而我們身體裡面的脂肪 如果你覺得很多 多了很多在這裡 你一有斷食 它就可以幫你用的 這就是其中一個道理 為什麼我先用練習來解釋呢 好像做運動一樣 其實運動和斷食 對影響腦 影響心 影響肝 影響肝 影響肌肉和脂肪 是差不多完全一樣的 已經科學上有很多 這是一份 在2014年的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這個雜誌 已經證明出來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對我們身體有幫助 大家都覺得運動對我們好 但斷食其實是完全一樣 有這樣的功能 這個圖 亦都是我在 Jason Fong這本書 借出來的 其實想說 當斷食的時候 是可以 你可能不相信 如果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腦子 是特別銳利的 你想得很清楚 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想睡覺 但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專注的 你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吃東西 你覺得沒有力 你可能其實是有些少少 沒有 想怎樣說 你其實可能是有些少少 新陳代謝的 綜合症狀在這裡 理論上 如果你是血糖的控制很好 你的腦子 應該是更加用到銅體 而我想說 葡萄糖 就是普通的 滴嫂的石油 石油 不是 滴嫂是 柴油 而 銅體 就是我講的 Keytone 就像最貴的 汽油 最貴的 汽油 因為 你用一個g 就可以做到 兩個g 的葡萄糖的能量 那些是很高質素 很好的原料 所以 我們如果 斷食的時候 我們是用一些 很高能量的材料 去運用我們的腦子 所以是好很多 我想說 就是 練習和斷食有很相似的一件事 而全部都是有實質的幫助 在最後 我希望15分鐘 我講一些所謂的科學 因為 斷食的科學 我想說 科學其實是 很多很多證據 這個就是 在2015年 去年的一份 paper 也是一個雜誌 叫做 cell metabolism 一份 paper 它做法做了什麼 我今天不會說 關於老鼠的實驗 都說 如果你間中不吃東西 或者你吃一些食物 好像斷食那樣的食法 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幫助你身體 又令到你長命一些 令到你的免疫系統好一些 想法好一些 又沒有什麼發炎 又沒有那麼多癌症 又沒有那麼肥 又沒有那麼肥 其實動物我都不講了 因為我今天才講了動物的實驗 其實人的都是這樣 這個是實驗 這個所謂比較難解釋 做法是怎樣呢 在三個月裡面 這裡有兩批人 一批就是普通的生活 這裡其實是一個很短期的實驗 那個科學家找到 有八個自然者去幫助 他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黑色那一批就是 有五天他們吃了一個飯餐 就好像斷食那樣的飯餐 那個飯餐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不是很高能量的 很多都是 可能說是 蔬菜那些植物的食物 有礦物質 但是其實很低能量 令到身體很低的食物 它就是一個月 只有五天只吃那些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有些人不喜歡斷食 所以都有少許東西吃 我想它的感覺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那八個人 其他的比較 當然什麼都吃 什麼時候 就是正常的生活 這個就是想說 這個血糖 這個就是做實驗之前 它量度數據 它的控制 就是比正常高了 已經不知為什麼 可能做了實驗之後 它特別想吃東西 那就高一些 而那些所謂斷食餐 你看一下 它其實在斷食的過程當中 最測試 它的血糖 是低於正常10% 而就算它之後不斷食 在之後它再量度 還是好的 就是斷食的習慣 即使只是三個月 即一個月是五天的食法 它已經有幫助 而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它身體裡面的同體 如果斷食的時候 當然是同體要升高 它已經完成了這個斷食餐 這個同體低了出來 但是它的血糖還是低了 這個是很好的 首先就是血糖低 這個是很複雜的 要解釋得很慢慢的 它們斷食的時候 即是你這個控制沒有改變 一樣那麼多脂肪 但是斷食首先會減少了脂肪 之後不斷食之後還是好 脂肪是繼續低下去的 肌肉是沒有特別的改變的 即是我想說 剛才我給你看的那些數據 首先是老鼠的 但現在我說的是人的數據 肌肉是沒有減少的 第二件事就是你看到體重 它們如果斷食餐的 是會減少的 就像我們老鼠的神一樣 就是少了脂肪 體重低了 但這個最重要就是這三樣東西 這個就是 IGF1 就是這個 平時IGF如果是高 IGF1高 就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就好像有點發炎那樣的感覺 而IGF1 BP1高是好的 你看到一樣 斷食的時候是低的 這個是高的 就是說斷食是幫助我們身體的 這個是幹細胞 我們可以在血裡 拿一些提煉的細胞 就是拿一些細胞出來 用一些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一種 做新的血 做新的骨 的幹細胞的數量 斷食是可以提高 這個幹細胞的數量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CRP就是C 的一種的reactive C的所謂的reactive protein 叫做反應蛋白 這個就是我們 如果你看醫生 醫生看檢驗的時候 就會看到CRP很高 CRP一高 就是你發炎 就是你看到這個 其實斷食可以降低 這個CRP的數據 而斷食之後還是低的 我再看 當然 當然有偏高偏低的 每個人不同 現在每一條線都是一個人 這裡說 有兩個是特別高的 高過正常很高的 斷食之後 馬上跌了很低 這個是一個 短期的科學報告 證明出來 不只是動物 是有科學的根據 人在斷食這個習慣之後 會幫助 這個是老鼠的實驗 剛才我說的是人 這個是老鼠的實驗 我想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今天沒有辦法 去說太多不同 心臟病 心血管病 其他其他 我只想說癌病 癌病 其實現在所有癌病 除了某幾種癌病 有特別的化療之外 大部分的化療都是毒藥 即是 將一些 生殖得很快的細胞 去用一些東西 去殺死那些 生得很快的細胞 這個實驗 這個是老鼠的實驗 它做了出來 就是 當它們給化療這隻藥 這隻很毒的毒藥的時候 之前 有兩組老鼠 有一組老鼠就是吃東西 有一組老鼠是24小時 不吃東西 然後進入化療 藍色的就是 因為它現在用了很毒的毒藥 很毒的化療 全部在七天裡死光了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用一個很毒的化療劑 在這群正常的老鼠 你給食物去吃 你打完之後全部死光了 但是 你如果只給食物24小時 不吃東西 是全部不死的 這也是去年 其實是今年的 這是去年 在網上已經發表 這是美國的一個國家的 科學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雜誌 就是說 其實 你見到 斷食可以保護老鼠 你不會死 其實是為什麼 如果你用化療 人一樣 如果用化療 第一個死是死什麼 頭髮掉了 你頭髮掉了 就是代表什麼 裡面腸 皮膚和腸是完全一樣的 如果頭髮掉了 腸的表皮細胞 都是沒有什麼症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 腸的表皮細胞 沒有了 或者我們的肺 表皮細胞 是很少 好像沙士的時候 為什麼人們死 就是因為 因為表皮肺 肺 表皮細胞 是死了 那些就完蛋了 沒得救了 我想說 這個就是 如果 只吃那個很毒的化療 毒藥 這些腸 已經 一個星期之後 死了 所以老鼠死了 而 你只吃一天 一天不吃東西 發了之後 用這個毒 那些腸是不會有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做了出來 這個是一個星期後 五天後的撤片 第二天 即是說 你吃東西或者不吃東西 下這個所謂化療 然後第二天去看 你看到 有吃東西的那些細胞 已經死了 而 你不吃東西的老鼠 那些細胞 其實是保住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其實現在的問題 所以化療也是這樣 叫他們兩天之前不吃東西 現在都有做這個 但是有科學的根據 不是有其他原因 但是 如果 化療之後 還是可以斷食的話 可能是更好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化療之後 尤其是做 血癌那些 是吊葡萄糖的 那是大件事 因為放了一些癌的幹細胞 一條生路 那 之前我說的是老鼠 但是這個其實在幾年前 都有一些 其實不是那麼科學的報告 但是 不是那麼科學 即是沒有做實驗的 只不過是問那些病人 其實那個做法有兩組 其實是有吃東西的 紅色那些就是有吃東西的 藍色就是 有所謂斷食 即是在化療的過程當中 吃少了東西 或者沒有吃東西的 這些就是不同的 就是會不會覺得 作嘔 頭痛 或者不舒服 全部斷食了那些 都說 因為人各個人不同的 人各個人的感覺不同 所以這些是很難比較 但是我想給你們看這個圖 你明白其實是有這些 已經在人裏面做的一些方法 那我最後幾分鐘 我再說 斷食其實是可以幫助 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打癌的 而這兩份集團 是今年年中 七月發表的 其中一份其實是我的朋友的報告 那其實是怎樣呢 斷食 他們在這個個案 斷食或者用斷食餐 都是可以幫助免疫系統 去攻打這個癌症 因為癌很差 癌很不知做什麼 就可以躲起來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攻擊不了它 所以就算你化療的時候 它們躲起來 然後醉酒化療 頭髮以為床睡醒 之後會再後悔 很多會 就是由於 藍會會閉起來 但是 這個也是很複雜 我知道很複雜 但是我亦想告訴你 這個藍色只要當化療 綠色就是段食 紅色是化療加斷食 我希望你也看到一樣 這個就是如果你看到癌的尺寸 什麼都沒有做,就是這麼大的 但如果你斷食加化療,它是最小的 所以每一隻老鼠不同 藍色就是所謂只是做化療 但紅色就是化療再加斷食 這個實驗就想說出來就是 你如果有斷食,這個是老鼠的實驗 因為人是很難做實驗的 不是每個醫院都願意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有信心,很有膽量的醫生 才會夠膽去推行 現在美國或者歐洲已經有很多的 我會說是療療試驗在做的 但這件事是比較難去推行的 因為大部份的所謂的 醫療試驗中文怎麼說 你知道吧 很多時候是很貴的 很多是弱的公司 或者有時候政府肯付很多錢 斷食其實是一個比較難接受的觀念 當然那些藥廠不會贊助 你不吃東西 我們賺什麼錢 沒有人會推行這件事 要政府去做 現在有些私人的研究基金 都是支持著用斷食去做所謂的 臨場的試驗 我想說其實這些老鼠的資料是很多的 而可以不說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說斷食 這個另外一個報告就是用斷食餐 剛才我說一個月裏面 五天那種做法 五天吃的餐都可以幫助到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斷食加化療 這個就是斷食而已 這個是化療 所以這兩個加在一起 就會令到癌的增生是更加低的 那個原因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剛才說過 就是癌症的細胞會封起來 你做完化療之後 它就會走出來 為什麼它封起來了 但是斷食可以改變了 癌的細胞的反應 那些所謂的T-lymphosis 就是那些免疫的細胞 就會進入癌的組織 去破壞那個癌的組織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說完的了 這個差不多 那怎樣開始去做斷食呢 斷食我不複雜的 我很簡單的 斷食就是很好地吃了三餐 你首先只需要吃早五晚 你如果中間不要很舒服的 走去開包薯片 那你已經是有一個很正常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你要看到 紅色的就是代表了你 Burn 怎樣了? 糟了,我看不到 這個Store Fat的 這個綠色就是Burn Fat的 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Burn的 你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儲脂肪 你如果可以 首先正正經經地吃三餐 令到你自己有12個小時左右 早點吃晚飯 令到你最少有12個小時 你已經身體會好些了 當然有些人平時很忙 或者周末 其實已經是16個小時不吃東西 你昨晚吃完飯之後 你又睡晚一點 又不想吃 然後拖長一點 你已經是16個小時不吃東西 你已經做了一個小型的Fasting 當然有些時候 你可以20個小時裡面去Fast 很簡單就是 就是一天吃一頓 吃一頓好的 一天吃一頓 吃一頓好的 盡量在一個短的時間裏面做 即是有很多種 Fasting有很多種 即是斷食有很多種的做法 現在我說這個就是 Intermittent Fasting 有些時候 好像現在我來香港 有很多東西吃 很難Fast 我的做法就是 我現在吃 回去多不多 我就盡量吃少些 或者是吃 這個也是做法 即是每個人有不同的 你就要自己去控制 怎樣叫做吃 停和吃 今天我希望帶出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吃完之後 一定要有一段時間不吃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可以幫助 MTOR 按下的MTOR 幫助自己去清除 自己身體裡面不好的細胞 這是最基本的 其實我早就告訴你 如果病的話 好像癌症的話 已經有很好的數據 去證明 如果不吃東西 其實是很可以幫助 你記得一件事 如果化療 你想想 如果你不幸運 如果有癌症的話 你一定要做這些做法 我說的是Total War 是一個戰爭來的 你最好的做法 就是用Fasting 以及做適合的化療 當然化療 如果你可以用一種 沒有那麼毒的毒藥 或者用一種更加 你如果知道 我是A種A癌的 用一種藥 只是供A癌為 全部的細胞都會攻擊到 你如果將斷食和加上一些很特別的化療 一起做 我相信是一個很好 現在的藥物是漸漸進步 我不是說所有藥物都不好 到你有這些癌症的時候 當然是吃這些所謂的化療的藥 和斷食我相信是很好的幫助 但是當然最好的就是 像我所說的 如果你可以吃對的食物 和再加上可以斷食 你根本這個是最好的防癌的方法 而不僅是防癌 是防所有不同的慢性病的方法 這個是這樣的意思 中國的古代已經說了很多 七分飽 你只要吃少一點 有很多好一點 我不想說的 但是如果用英文來講 英國來說 這是一個他們的Poward 就是講話 通常是你吃到你病 但你吃到你病 你一定要不吃 令到你好犯 這個就是英國人的講法 跟我們中國人是沒有不同的 都是你吃病你自己的 但你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不要吃 這一本就是 我剛才也講了一本的書 這本書其實都不會難看的 我想有很多你們特別想說 我可不可以整個星期不吃東西 或者三個星期不吃東西 這本書就講了很多 我今天講 我不想去到這麼極端 他們有個道理 為什麼要長一些時間 因為如果那個人已經是很病 他積了很多很多毒在他的身體裏面 很多細胞 那麼他一定要好像差不多做化療 化療的意思就是你不吃 很快 那麼你會解決了很多 有些的東西都… 我都要賣廣告 不好意思 這本就是我和太太寫的書 都有講 其實大部分關於吃不吃 為什麼今次我講斷食呢 因為當我講了很多 有些東西是什麼要吃 哪些東西會幫你的微生物 就是腸道細菌 都要明白 其實有時候不吃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知道 為什麼不吃對我們是好的時候 我想你會更加有意志力去控制 我這個東西不吃 我今天這個東西不吃 我留待遲些吃 就是好像你可以 星期六、星期日去喝 吃很多東西 你過年過節 你可以吃很多東西 但之後你自己要做一些 就是你幫你自己的事 因為其實就是吃和不吃 但如果你經常都吃的話 我都不能幫你了 即是可以講的已經講完了 是的 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多謝各位 吃的方法都是要人吃晚餐的 你可以不吃晚餐的 但如果有些宗教人 就是過午不吃 過午不吃是可以的 還有你有時候 其實我想說 如何開始 我不是說最好的斷食的方法 斷食都說其實是一個 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 我是完全不吃早餐的 或者有時候 就只吃一餐 我覺得其實不難的 而斷食為何是不難的 其實如果好像你平時 是吃開脂肪 吃多些肥的東西 吃多些菜 其實你是不容易肚餓的 其實肚餓的一個感覺 是你的腦 即是覺得你是需要食物 很多人根本有很多東西 在好似煮在身體裡面 但還沒有肚餓 就不知為何會肚餓 但就是腦子說我要吃東西 所以你如果吃對的東西 令到你自己可以控制到你的腦的功能 其實不吃東西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不吃東西沒有問題 即是有時候 一天吃一餐是沒有問題 你可以 如果我退休 如果我退休 我就會只吃早餐和午餐 或者我會盡量 就好像在五、六個小時裡面吃 我又不需要 即是其實我沒有很多東西可以免費 所以我不可以做那麼多的食物 但很多人可以食物很多 我又不需要食物 因為如果我去食物 我的同事會擔心不見了我 教授 教授 我想請教剛剛講講這個問題 我也是斷食 如果我斷食的時候 我選擇的時間 剛才食物很重要 但我選擇吃的時候 我只吃一餐是晚上的 是 那是不是應該 算不算斷食 我吃晚上那一餐 OK的 都是斷食 但是你想想一件事 我都明白 尤其在香港 如果你晚上吃得很晚 食物是很重要 斷食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對睡覺 這些全部都很重要 如果你晚上吃那一餐 如果那一餐是一個比較大的一餐 如果你不是比較早點吃飯的話 你又要晚一點才睡覺的話 那也不是一個最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可以 我想說 如果你能夠每一天都說 我大概是十點多鐘 因為太早 如果我告訴你 叫九點鐘睡覺 那些人全部不同意我 但如果你可以 十點多 十一點睡覺 而睡覺之前 三個小時 才不吃東西 即有三個小時 讓你消化的話 那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 沒有問題的 但為什麼我會選擇 早餐、午餐 那我早餐、午餐 搞定了之後 我就可以 睡覺 我喜歡長久一點 可以晚一點睡覺 那就不會那麼大問題 但如果你好像說 你九點鐘吃晚飯 你要十點鐘睡 你怎樣睡 即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想說 斷食是其中 我們生活的一個方式 但睡覺也是一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睡得好 一定是健康的 但如果你很飽的時候 你很難睡得很好 三個小時都最少 教授 剛剛開始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聽不到 對不起 你剛剛開始說到 其實我們不需要擔心 可以吃多些牛肉 甚至雞蛋 但現在通常醫生 被一些高膽固醇 或是壞膽固醇 之數高的人 就說一定要少吃 甚至乎要吃藥 其實那個訊息是不同的 那你的意思是說 那些高膽固醇 或是壞膽固醇 之數的人 是吃的那些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我又要講 我本書裡面講了 就是膽固醇高 不是一個問題 你的問題是膽固醇 是氧化了 膽固醇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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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固醇 即是膽固醇 如果你吃少些糖 你如果不吃那麼多 不吃炸東西 以及你不吃這個 所謂不飽和脂肪 即食物的種植油的時候 你其實就算高膽固醇 就算高所謂HDL 或高LDL 沒有問題的 那都是正常的膽固醇 問題是高膽固醇 而再變成不好的膽固醇 如果高壞的膽固醇 肯定是不好的 高膽固醇 但沒有一個氧化的成分 越高的人 越老 越可以 如果膽固醇低 其實腦的退化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身體裡最多膽固醇 最多飽和脂肪在腦裡 3%的重量 我們的腦 佔了20%至25%的脂肪和膽固醇 老人家年紀大了 吸收不到外面來的膽固醇和脂肪 當你身體不夠膽固醇和脂肪 就會去支配 即是去油那裡拿 所以如果拿了脂肪 拿了膽固醇 腦就會退化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能夠有那個人 根本自己有高的膽固醇 和高的膽固醇 和高的膽固醇 腦一定是很好的 不會這麼容易有問題 如果你問那些 你看看老人家 很多都是吃很肥的食物 他可以消化得到 還有有些 就算吃很清 但他也很聰明 因為他根本又不吃炸食物 你想想 全部都是 你不吃炸食物 就不會氧化 你不吃甜的食物 也不會氧化 因為糖 和所謂的不飽和脂肪 就是令到我們膽固醇 氧化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你的醫生 因為你的醫生 讀一些書 沒有我講的科學 所以我只可以這樣說 當然在座裏面可能有醫生 但我也認識很多醫生 我相信我比他們認識很多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問我問題 大家可以說 大家可以討論 李教授 我想請問 你說斷食 可以喝水 或者喝茶嗎 完全可以喝水 和喝茶 斷食不太 斷食 就是 你好像斷食 你如果是喝多些 骨湯 你要有些 礦物質 你一定要有礦物質 所以喝水是一定要的 即是你見到有些人說 在山屋中間有傷害 他們要喝自己的尿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水分 這個是一定要的 即斷食不代表你不能喝水 你其實是可以喝水 但最好可能是喝骨湯 可以喝咖啡 沒有問題的 但剛才我講我朋友的那本書 裏面都說 有些什麼 他會建議病人去喝 但那不是 教條得這麼厲害 一定不可以做這個 一定不可以做這個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其實最重要的是 說來講去 如果用分子 即是 複製的控制 就是 你盡量做些事情 令到你的mthor低 那就搞定了 mthor一低 就是斷食最主要的目的 你可以吃少些 你可以斷食 你可以吃少些 再加斷食 全部都可以 斷食 吃少些 還有吃很多飽和脂肪 全部都是同一個目的 就是令到你的身體好些 斷食 斷食很多種 有一種現在在歐美很流行的 就叫做5-2 5-2 他們的做法 就是星期一 和星期四 每個人都會吃 各個不同 有些人會吃 20% 30% 即是吃平常的 一個很小的部分 如果叫一個人 完全一天不吃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很慘 很難 但如果你可以選擇 一個星期內選擇 兩天 是吃少些 已經是斷食 即是你不要想到斷食 就好像很痛苦 不需要痛苦 有些人已經做了很多斷食 不過斷食是一種做法 我雖然做實驗 說了 你可以吃一樣 那麼多斷食已經可以 但我不是介紹你們 亂吃或者吃很多東西 如果你其實不需要吃那麼多東西 你吃少些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人是不需要吃那麼多東西 當然是好吃的 好吃一點就不要吃 我想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 你在研究當中 有沒有跟腦退化症 斷食有什麼影響 或者有沒有做過相關的 其實有報告是 斷食其實如果 如果斷食首先會幫助你對血糖的影響 而血糖 所謂腦退化 或者是老人癡癌症 其實現在人家叫做 type 3 diabetes 就是第三類的糖尿病 如果你高血糖 高胆 高胆 高胰肚素的時候 你的腦就會退化 而你一斷食 自然就會令到你的腦 沒有那麼容易有發炎 而你斷食的時候 也就是不用糖 用同體 同體對身體的腦是好的 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腦是用多些 同體的話 剛才我有一張 slide 就是斷食可以令到 有新的腦細胞走出來 所以你剛剛倒轉頭 就是腦退化 就是腦細胞死 如果你斷食 有新的腦細胞 跟exercise 跟做運動一樣 運動和斷食 你可以說真的 它的做法是怎樣 很多人就是 以為一定要吃完東西 才做運動 運動一定要吃東西 其實你運動 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一早去逃走 其實你會令到你的腦 更加清醒 因為你是在逼迫你的 所謂的同體走出來 你個人是可以有 新的腦細胞的增生 這些是好的 但我想知道 是否可以幫助collectile 因為collectile 是百分之百色 都是你身體做出來的 百分之百色 是成為黑豆 其實我吃得很清淡 但我的collectile 真的有多高 我先前剛剛說了 膽補唇膏 我恭喜你 你是好笑 對 膽補唇膏 但是你有沒有吃炸東西 好笑 你有沒有吃很多糖 都不是很多 所以你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我想告訴你 這是一個數據 高低 我想你現在說是LDL 就是LDL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 A4A和A4B的層級 你知不知道我說 A4A和A4B 你如果只是計算LDL和HDL 是不是最好的做法 但其實有些人好 我其中一個朋友 其實膽補唇是非常之高的 但它照素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只是想說 如果你是屬於很高膽補唇的人 不管你是高還是低 除非你那個是所謂壞的膽補唇 LDL 是由於一些特別遺傳的病 令你那麼高 你不應該那麼擔心 醫生很多時候是跟著本書 因為有個醫學院 這個會不會掛 這個是那個數據 你就要那個數據 你應該叫你的病人去做 這個就是他們讀書 就是讀這一點 而當然有一班人就決定 他是不是應該定高一點 定低一點 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你不可以說 有一個高和低的 懷膽固唇 令到你… 現在是 他猜你可能有問題 但是你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沒有問題 他猜你有問題的話 那麼你想想 你吃了那些藥 但是我在本書以前都講過 你如果吃Statin這些藥 去降你的膽固唇 其實它的副作用 可能更差 降你的所謂的壞膽固唇的層級 你降了壞膽固唇 但是你又有個心 你又不夠力 你又有個裝又痛 你的腦又有一點退化 那怎麼辦呢 哪個好一點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斷食 或者是做多些exercise 或者吃多些健康一點的食物 我就會… 我剛才有一次講過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身體會比較容易 你不可以吃太多 protein 你不可以吃太多 protein 人不可以吃太多 protein 其實人如果吃太多 protein 就是淡 是淡 淡 有一個淡在這裡 當我們身體有太多蛋白質 多了淡的時候 淡我們要清掉多餘的淡 你如果繼續長大 很大 你可以繼續吃蛋白質 但是人是不需要吃太多蛋白質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我們的攝尖上的中國 那些說 一定是七八分肥 兩分三分瘦 這些才是我們的最好的肉 而我們不可以 我給你一個雞胸不給油 你就這樣吃 你吃一下你就停了 因為我們的腦是控制了 我們不可以吃太多 因為會 cause toxicity 就是會有毒的 我們的身體會自己 停止吃這麼多蛋白質 蛋白質太多 不可以不吃 但是太多 就是看看你是二十歲 十歲、二十歲 還是七十歲、八十歲 或者是四、五十歲 就是不同人的工作 所以我不會說 你要吃多少 你要吃多少 每個人不同 但是吃多了不是好的 謝謝教授 其實很感謝你這次說 我們平時在《斷城》 《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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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你是一個 從建制派的醫學入獄 《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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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解釋一下 糖尿病到最極端 就是盲 手腳都會消失 很慘 因為糖是毒 我們做了這麼多研究 其實想做胰島素 控制血糖 根本人和動物 都要有一個很好的系統去控調糖的份量 如果斷食就像碳水化合物一樣 你如果吃很多糖 你就經常都血糖很高 你經常都血糖很高 你的胰島素又很高 胰島素高 你的IGF 剛才我說得不好 IGF1又會高 MTOR就一定高 我想說 你剛才也說得對 就是甜品當然是我們想吃 因為甜品是會 我剛才說的 最重要的是腦 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是腦子決定的 糖是有一個我們叫做reward center 是令到我們很開心的 吃了糖 就好像吃糖 好像吃鴉片一樣 都是activate 差不多那個 我們叫做neuro circuitry 就是那個訊號的網絡 為什麼我會說 我不是說你不像吃糖 但是你要怎樣 好像聖誕節 有Party 吃些食物 好吃的就吃了 但是如果不好吃 你應該不好吃 好吃的 我都送朱古力給我的家人 我說不好意思 我送些毒給你 但是是好吃的 我送了一定是好的 我不會送些很便宜的 我害人都會想找些好些東西 我不會害得人很差的 但是你吃甜品 如果你說哪個跟我說 你這間甜品很好 我會吃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不是天天吃的 而且我今天吃了 我明天可以按下我的糖就行了 我知道有些人是沒有辦法去忍的 所以我們講這些講座 希望大家明白 其實有些科學的根據 如果你明白多些 你就會知道怎樣去生活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吃東西的 你不是說整天都要斷吃 今天我都看過文章 文章不是我的設計 但是做得很漂亮 但是文章裡面說的內容 是比較複雜的 我都未必可以全部講完 但是我不是想別人完全不吃東西 我只是想告訴你 就是吃和不吃都是很重要的 而糖分是太多不太好 好 因為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想問兩位教授 提問指導 很多朋友都問到 他本身有糖尿病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血糖低的情況 如果這樣的情況 怎樣可以進行現實呢 我首先要知道 他們是有 是 就是 type 1還是type 2的糖尿病 就是 一型和二型是不同的 如果一型 其實 沒有辦法的 因為身體對胃老素的反應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血糖 很多時候 做法當然就是 當他低血糖的時候 他就要吃一些食物去幫助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在吃藥 他們在吃藥 很多人都會吃一種叫做 肝去做糖 另外就是 叫你的胸臟做多些胰島素 就是普遍上有兩種藥 但問題就是 當你的肝不能夠做足夠的糖 葡萄糖的時候 你一定要吃東西 否則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做 所以對那些人來說 其實別人是 以前 其實這不是一個新的 但賺不到錢 所以很多醫生不會的建議 就是會用 所謂Ketogenic Diet 只是吃脂肪 如果你訓練到你的腦 可以好像 剛才我給你看過 就是80% 都是用同體的話 你只吃了同體的話 你根本 腦已經是可以 功能 因為你的肝只有20% 就算低一點也沒有問題 有些人是很低的 甚至正常的人 有些是4 有些是差不多要5、6 為何那些4還可以做得這麼好呢? 因為它不會血糖低 因為它用其他的原料就是同體 所以你如果能夠吃飯餐 大部分脂肪 你訓練到你的身體細胞 是懂得用同體的話 就算血糖低一點也沒有問題 有些人血糖 一不吃東西就手震 想不到東西 因為它是100%是需要糖的 而它的肝是沒有辦法製造足夠的糖 那它一定要吃東西 那些人就要少吃多餐 整天都好像偷吃這樣吃 這個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根本是沒有辦法 控制它的血糖 但是如果它是這麼不幸 有那種病 它應該練到只是用多些脂肪 它一樣是可以功效的 以前你看回很多醫學的雜誌 全部都是用所謂的 Ketogenic Diet去治療這些病 但現在我們是用藥 它根本是停止了你去幫你自己的功能 所以這個就是多餐的問題 但是現在很多人聽起來說 少吃多餐好 就是提示和我說的是 完全剛剛反過來 你有些時候真的要不吃 你不吃的時候 血糖又低 胰肚素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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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的情況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多謝教授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問最後一條問題 其實是否基本上 我們大部分人都適合可以做短食 是 最短的答案是是 就是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我剛才都說了 如果我們的祖先不能夠 很長時間不吃東西 那些已經死掉了 他們的遺傳因子不在我們身上 但是每個人有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試到你自己覺得是好 但是我剛才說 就是 首先你如果能夠令到你自己 大部分吃一些脂肪 你的營養是好的 你其實是很容易不吃一兩餐 這已經是最簡單的養生之道 這是很重要的 好多謝教授 好多謝今天許教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